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华人生活网的每日资讯 冷血,8岁孩子都不放过,男家华裔母女被杀案,19岁嫌犯中落网,动机成谜 疫苗有效,美国疫情被控制了,官方公布全美完全接种疫苗7700万大数据,有效率99.99% 第一条新闻 3月初,在南加内陆圣伯纳廷诺县库卡蒙家牧场市发生华裔家庭母女被杀害案,造成两死一伤 4月14日,警方发布消息直出,一名19岁凶嫌被捕 据悉,嫌疑人莱特也是当地牧场市居民 当地警方表示,经过约5周的缜密调查,运用各种调查手段,于在FBA配合下,于13日将嫌犯予以拘捕 警方持搜查令,在嫌犯住处搜集到作案证据,但尚未发现嫌犯与被害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也尚未查明其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目前警方确信,嫌犯是一人作案,没有其他同伙 莱特面临谋杀和谋杀未随的指控,目前被关押,不得保释 他定于周四出庭 3月7日周日凌晨 在南加州库卡蒙家牧场市发生两死一伤惨案 据悉三人都是华裔,两位死者是一对母女 女儿年仅8岁,两人都是被刀刺死 还有另外一名女性受伤,据信是死者的朋友 当地警方发言人米勒表示,凶手并未从家中拿走任何贵重物品 当时家里也还有另外两人,因为不在一个屋子睡觉,也并未受伤 据一位接受媒体采访的邻居乔表示,事发当天,自己深夜被一声长长的凄厉尖叫声惊醒 他形容,凄厉尖叫声仿佛是受害者被虐待,或正遭到极大的痛苦时发出 我以为我是在做梦,但我醒不过来了 发现是小女孩被刷了,这真的很让人难过 邻居玛丽莎凯说道 另一位邻居表示,住在这里的人都不是很了解受害人 只是知道他们非常友善,但好像英语说得不好 很少与邻居交流 该小区由于学区好,环境佳 近年来吸引不少华裔定居 发生命案现场位于治安良好的宁静社区内 邻居对此表示相当震惊 该案在华人社区也引发巨大讨论 华人鲜少卷入到黑帮争斗等复杂关系中 到底是买凶杀人,还是凶手入室行窃,意识激情犯案 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甚至有网友表示 凶手与被害人住在同一座城市 是否有可能早就认识 也有人认为,如此目的明确 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很有可能是买凶杀人 不管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将等待警方的最终调查结果 第二条新闻 相信强生疫苗的新闻 让很多等待医针疫苗的民众感到非常担忧 全美不少地区目前暂停该疫苗 而不少民众也将目光又锁回了MRNA疫苗 对于小编的不少朋友来说 他们选择强生疫苗除了只打一针比较方便外 很多人也是出于谨慎 对于最新的MRNA疫苗不信任 不过MRNA疫苗在以色列 主要是辉瑞的接种结果非常好 给了不少民众信心 除此以外 不论是暂停的强生 还是全国开始接种的MRNA疫苗 美国的数据也陆续出炉 今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四报告称 在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当中 约有5800人仍然感染新冠 其中7%大约396人需住院治疗 74人死亡 很多新闻根据这条标题写道 可怕美国5800人接种疫苗后感染病毒 大家有没有被这个题目吓到呢 小编相信多数网友看到这个数据 会感到反而更加踏实 但是还是会有人紧张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听 据悉 这是CDC首次对突破感染进行公开统计 即在完全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感染 那么这些感染人数的比例呢 美国约有7700万人已经接种了疫苗 感染率其实只有0.007% 感染率不足0.01% 同一天 德州卫生专家近日就公布了 休斯顿卫生部提供的数据 在完全接种疫苗两周后 休斯顿有142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一比例占疫苗完全接种的居民总数 0.02% 此前 不论是莫德纳或辉瑞都表示 完全接种率在94%或95% 休斯顿和全美的数据都再次印证了 疫苗目前的有效性 当然小编也认为 感染的病例会有延时 后续感染率肯定还会增加 科学家也表示 研究这一数字不是为了吓人 也不是为了证明疫苗强大 目的主要是为帮助研究人员 确定疫苗在控制研究之外的有效性 对抗变异的有效性 以及是否可能需要加强剂量 上周 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 安东尼·福奇博士 在一个虚拟的简报会上告诉记者 所谓的接种疫苗 在感染新冠的数量并不值得关注 福奇说道 我认为重要的是看看接种疫苗的人群分母是多少 因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至少是间接的听到 我们肯定也会证实 那些发生突破感染的人数 与疫苗90%以上的有效性并不矛盾 因此 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疫苗的功效出现了变化 当然有些民众会问 接种了疫苗为什么还会感染呢 科学家表示 这个属于常识性问题 任何疫苗都不能做到对人体百分百的防护 希望民众科学认识疫苗 该市首席医疗官大卫博士表示 疫苗能给你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但没有疫苗是百分之百有效的 虽然已经有数十万人接种了疫苗 但在一个仍然存在病毒传播的社区 有少数人被感染并不是什么可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 佩尔斯说 在接种疫苗后 检测又成阳性的休斯顿居民中 无一人需要住院治疗 他说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相比 接种疫苗的人的症状通常非常轻微 当然 该地区毕竟感染的人数只有142人 所以小编接种疫苗就会完全出现轻症的结论 目前还需要继续用时间来证明 就像有些网友说 为什么疫苗只有半年的有效性呢 这也是因为目前第一批疫苗接种者 刚刚过去8个月 更多的数据还在继续跟进当中 疫苗究竟是6个月有效 还是8个月 一年 或者更长时间有效 我们也需要继续用时间来证明 今天已经有报道称 对于已经接种两帧的民众 可能会在不久接种第三帧 以后变成每年接种一次 不知道这样 大家是否能够接受呢 当然还会有网友问 既然接种有效 为什么一些州的数字还在猛增呢 这要具体州具体分析 目前全国的接种水平非常不平均 一些州接种进展缓慢 如果想等到全民接种 至少要等到今年冬天 同时在新感染中 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比例正在飙升 纽约市今天公布数据 全市老年人中 61%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65岁以上老年人 新冠住院比例 从1月中旬至今 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 但市卫生局局长乔克什也提醒民众 不要将进步当成胜利 尚未注射疫苗者赶紧上网 获制电相关机构预约注射 目前包括爱德河州 佛罗里达州 密歇根州 明尼苏达州 南卡罗莱纳州 和华盛顿州在内的美国一些州 最近一些发现 一些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 依旧产生感染 华盛顿州卫生部长乌迈尔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所找到的疫苗突破病例的证据 告诉我们 即使你已经接种过疫苗 仍然需要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洗手 以防止把新冠 传播给其他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 最后 小编想提醒大家 现在一些媒体总会用恐怖 接种疫苗后某某死亡 上百人感染这样的标题 小编自己也是做媒体的 当然知道这样的标题 点击率会飙升 但是也请大家静下心来 认真分析数据 确诊增加是没打疫苗的人增加 还是已经打了疫苗的人再增加 两者的比例又是什么呢 上百人打完针感染甚至死亡 那么它与人类的自然死亡率相比等等 当然 如果您担心疫苗的副作用 也请继续等待更多数据 接种疫苗与否是个人的权利 也是个人生活风险的评估 小编希望大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接种疫苗 所有愿意接种疫苗的民众尽快能够接种 而愿意等待的民众也能拿到让自己安心的数据 最后根据相关网站平台提供数据显示 惠瑞公司的疫苗在预防病毒感染方面有95%的有效性 在临床试验当中莫德纳疫苗的有效率为94.1% 而强生公司疫苗的有效率为66.9% 这个百分比是在最后一次接种后的两个星期内有效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华人生活网资讯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